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金雄市場 我是英雄 今天要來組的模型呢 是這一個 越南大戰的坦克車 而且你知道越南大戰那個翻譯啊 跟那個譯名完全沒有關係 我大概猜了 台灣的翻譯都是很直覺的喔 萬能小型戰車喔 透明機甲 初回呢 也就是說呢 在第一批才有 那我買的價格呢 是 1350元 但是我在網路上有找到 600多塊的 怎麼辦 有點難過 好啦 不管啦 那也不是重點喔 今天我們就再來回味一下這個 越南大戰裡面的這一台小坦克啦 各位 如果你們有聽到怪怪的聲音的話呢 那個 不要緊張好不好 我家附近的廟會啦 對啊 不要恐慌好不好 不要恐慌好不好 我先拆下來這一包叫做他的全武裝 裡面有那個火神砲啊 飛彈發射器 還有格林機關砲 好 然後他的貼紙是水貼喔 OK 來 武器可以開動了 好 如果有小孩對越南大戰不是很熟的 看這個圖案應該就很熟了啦 對啊 你們小時候應該有去投錢吧 他們應該沒有啦 應該是我們吧 5 6 7 8 太多了吧 所以煮起來大概會像這樣子啦 就直接開始啦 是他的油箱啊 欸為什麼啊 為什麼這個號碼沒有照順序啊 我第一次主要這個模型的編號是跳號的耶 欸為什麼數字沒有照牌啊 我現在做完這個武器箱了嘛 照理說上面就要貼這個英文字啊 我想說怎麼會沒有這個顏色 原來他下面有提供這個顏色的色板喔 色號的像你自己去買了 色點之前我們用的完嗎 我覺得可以啦 不要糾結那個晃那個 哈哈哈哈 不行啦 要塗好等一下觀眾會罵我耶 誰把Bendy煮出來那個是額外的嗎 哈哈哈哈 然後觀眾說 欸那個沒有塗好 強迫症發作了 我沒有讓強迫症發作 他就說 我怎麼用奇異筆塗 哈哈哈哈 我沒辦法耶 我為了這個黑色我要去買的天空顏料 太奢侈了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買一台戰車跟我對打 可是攀定要怎麼判定 他就上面綁一顆氣球喔 他就把對方的氣球打爆為止啊 我覺得這好像蠻好玩的 然後到時候我再找一些觀眾 我們再一起來 分組的 你知道 欸 有沒有褻陶 好像有 真的咧 你上次那台模型不買的話 你先去購買 我要偏偏買那個衣室的 摔角圈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是在幫我跟這個 欸 你又沒回我 我是這邊幫你拿了耶 欸 我都回耶 我等你超久的耶 喔 就沒網路喔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啊 看到那個 他要的戰車啊 我想說 啊幫你買一下 整他半小時在那邊 我還要順便拿一盒啊 真的拿來那個 摔角拳手聯名的 哈哈哈哈 好現在那個 武器包 帥 蠻帥的 可以動嗎 有什麼可動部件嗎 這個 對 有什麼可動部件嗎 可以 它並不是可動部件 它只是插在上面而已 真的還蠻精緻的耶 齁 好麻煩喔 我剛剛做了一堆東西 都包在裡面了 這個 喔 好 好 好我們現在選擇這個是透明機甲的部分 它這個是出回限定的機甲 所以裝這個透明的給你們看一下 它其實原本有那種灰色的 履帶的部分 各位觀眾 見證奇蹊的一刻 你們的回憶將湧上心頭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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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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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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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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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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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